前总统川普被抄家 现总统拜登是乐开话 当被问及抄家细节的时候 奥斯塔无冕之王老戏骨拜登 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了 什么叫演技 半猪吃虎装聋作哑的来了一句 那啥呀 我也是刚从社交媒体上才看到的消息 这话一出啊 可把他的大马仔司法部长加兰德给推上了 风口浪尖 总统都不知情 你一个区区正二品的小部长 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 还是刘更宏给你的魄力 敢去抄前总统的家呀 当然哈 替领导背锅古今中外都是做马仔的本分的 这不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 小马哥就说了 搜查令啊 确实是他签订 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了解真相 这话说的侦探娘的有水平 说了跟没说一样 搜查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真相 难道还是为了制造假象吗 而至于调查的原因呢 小马哥说 要公开搜查令的内容 必须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肥王川普听完是鼻子差点没给气歪了 突袭抄家 你不打招呼 现在要公布细节 想起来要程序正义 要老子同意 如果没有拜登啊 那你绝逼是一等一的影帝啊 所以在征得肥王同意的情况下 今天呢 就公布了搜查令的细节 说肥王啊 涉嫌违反反间谍法 妨碍司法公正 以及非法处理政府文件 这三项联邦罪名 一旦被定罪 或将面临了最高十年的监禁 那么重点来了 据说FBI从海湖庄园抄走了十一套 被列为是敏感机密绝密级别的文件 据说啊 还有关于核武器的 所以呢 就有风大不怕闪着舌头的媒体说呀 哪怕刑期不中 肥王都无法再参加 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了 咱们先说 对这事的结论哈 引用一家良心自媒体 定风波的说法 也就是本频道 用英语说呀 那就叫 no door and no window 翻译成中文 就俩字做梦 如果有观众不信呢 咱们就用时下最流行的四个字 来打个赌 拭目以待 道理嘛 很简单 主要就四点 第一 调查动机有问题啊 早在今年六月份 美国国家档案局 就到访过海湖庄园 交涉过所谓的机密文件 应该如何保管的问题 肥王这边呢 也很配合 并按要求 返还了15箱的文件 如果怀疑还有存货 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或者法院传票来解决 而不是动不动就抄家呀 第二 搜查的程序有问题 早上六点半 这帮FBI啊 起得比鸡还早 就派了一个牌的兵力 突袭海湖庄园 当肥王律师火速赶到 要求一起观察 跟随抄家的时候啊 被直接勒令 只能待在院子里 享受啊 近40度烈日暴晒的日光御 不能进门 这你要是在搜查过程中 夹带私货 栽赃陷害 那还不是轻松加愉快 第三 起诉有问题 你告他啥 间谍罪 咱就不说肥王在退休前一天 已经将所有文党都解密了 就算没解密 间谍罪要成立 那文件一定要是泄露到国外去啊 实质性的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你怎么证明 在地下室封存的这些文件 泄密了呢 相反 当年你们民主党 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们 用自己的私人服务器 储存了三万多封的绝密电子邮件 被发现后又赶快销毁 拒不配合调查 那玩意儿才更有可能被黑客攻击泄密吧 你这双标真是比范德标还标啊 第四 两党之间的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 今天你能查我 明天你瞌睡从老拜登下台后 我就能一葫芦画瓢玩死你 这一点呢我在前几期的节目中都讲过 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点开我的头像看主页 所以某些媒体的集体高潮 真的能够掀起滔天巨浪吗 高潮退去之后 那被浪花冲走的红裤头 还能自己游回来吗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接着说